欢迎来到KK音乐 这就是街舞四复赛第一场 第二场比完了 42进30结果也出来了 张艺兴核心武器战队 共淘汰了四人 分别是编舞师KenKen和川岛文泰 地板舞者波子 以及正感舞者电门 晋级了六人 分别震撼舞舞者Popping C 和软舞明俊 地板舞者乔治 Locking舞者和GoGo 以及编舞师黄啸等六人 复赛第二场偏作品 本该是张艺兴三大优秀编舞师 大展前角的时候 但是没想到却被当头一棒 三场全输 所以张艺兴一下子淘汰了 两个日本编舞师 可以理解 他们作为编舞师 复赛第一场偏斗舞 没有做出啥贡献 复赛第二场偏作品 又没有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所以淘汰他们也在情理之中 而之所以留下黄啸一个编舞师 估计是因为张艺兴对黄啸的 国舞风格还有所期待 刘兴华世界一流战队十一人 共淘汰了四人 分别是自由式舞者巴里斯 甩手舞者黄慧 地板舞者子龙 以及正感舞者忠臣 晋级的七人 分别是正感舞者三儿 自由式舞舞者卡卡 编舞师李春林 杨门涛和CC 全能舞者韩宇 以及爵士舞舞者左左慕智贤 不知道刘兴华为啥 淘汰了很多能动舞的舞者 留下了很多编舞师 可能因为复赛第一场偏斗舞的时候 认清了自己战队 在斗舞这个环节 没有啥优势 因为整个战队几乎都在告卡卡 一人拿分 甚至第一季冠军 韩宇都拿不到啥分 至于作品 还有点优势 最起码复赛第二场的时候 还有三局两胜 李春林组的作品 甚至还和马晓龙组的作品 一起拿下整个比赛的最高分 95分 所以从这个点分析 感觉刘兴华淘汰做出的选择 还是蛮合理的 韩庚态度大师战队11人 淘汰了两人 分别是looking舞者 鱼丸和家里因为有事而退赛的 自由式舞舞者 罪客 晋级了9人 甩手舞舞者雷希 范范震撼舞舞者 石头和ACKY looking舞者 小杰 地板舞者 小鸡 以及编舞师 马晓龙和十一 鱼丸被淘汰 意料之中 因为复赛第一场 没有抢到分 复赛第二场 所在组的作品又输了 所以淘汰很正常 王一博战队 十人 淘汰了两人 分别是自由式舞者 亮亮 和因为家里有事而退出的 正感舞舞者 尼尔森 晋级了8人 自由式舞舞者 布布 兔子 震撼舞舞者 小海 地板舞舞者 杨凯 编舞师 小山桃 looking舞舞者 叶音和HB舞者 虽然王一博战队里面的大神很多 但没想到 亮亮会被淘汰 记得那是中外融合战的时候 他作为队长 团队跳舞 跳错了 镜头被剪得一场而过 PK结果可想而知 输了 后来队长 Battle救人环节 他也表现不佳 没有赢得救人资格 但表现就是这样 不尽人意的他 却还是被王一博 选为了主将 当时 王一博选择的四大主将 是尼尔森 布布 叶音和亮亮 最后只能选 四位舞者 作为主将 名额有限 所以王一博 连第三季 自己战队出来的冠军 杨凯都没有选 可见王一博 对亮亮 有多重视了 如今 亮亮终于发挥了实力 和兔子一起 编了一个四更的作品 然后PK张一星团队的 Kan Ken作品 巧克力奇幻工厂 还赢了 但最后没想到的是 等待他的 却是淘汰 有点意料之外 但仔细想想 却又在情理之中 虽然作品赛 输的是小山套和布布 但是小山套 是王一博战队里面 唯一的编舞师 并且在附赛第一场 第三轮 五对五作品赛的时候 有带团队 拿过第一名 为团队得了五分 布布 更不用说了 复赛第一场 为王一博战队 拿的分数是最多的 拿了六分 对于团队的贡献 不言而喻 所以在二人 为队长长久考虑 都不能淘汰 其实被淘汰 可能性最大的是 小海 兔子和亮亮 而为啥是亮亮 小海是谨慎的 正感舞 舞者了 而兔子 刚加入团队 潜能还有待发掘 所以之前 一直待在团队 成绩却不亮眼的亮亮 自然就被淘汰了 不过 虽然小海 兔子这一轮安全了 但是下一次 不一定安全 因为王一博战队 自由式舞者 最厉害的 还是布布 所以同是自由式舞者的 兔子 估计走不远 小海 虽然是队内 谨慎的正感舞舞者 但相比张艺兴 战队的正感舞舞者 popping c 和阮武明俊 以及韩庚战队的 ACKY 还是有差距的 所以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也很难走远 这一季 这就是街舞 请来了很多国外大神舞者 也请来了很多国内大神舞者 国内这些大神舞者 虽然竟是回锅肉 但是命运却倒不相同 有的存在感依旧拉满 而有的却是一言难尽 叶英 杨凯 雷希 马晓龙 黄霄 三儿 宋春林 乔治 肖杰 之前几季的热门选手 今年他们在国外大神舞者的冲击下 依旧在各自战队里面 找到了存在感 虽然找到的存在感方式不同 有的靠battle 有的靠边舞 有的靠搞笑 但他们终究还是找到了存在感 而蛋蛋 肖志斌 藤仔 石头 亮亮 韩玉 也是之前的人情选手 这一季发挥却是一言难尽 蛋蛋和肖志斌 止步于一百进四十九 藤仔未进四十 亮亮未进三十枪 韩玉未进二十二枪